哈囉 各位爸爸媽媽你們好 很多家長都在問我 我的孩子平常感覺很聰明啊 問問題的時候也對答如流 但是為什麼偏偏遇到考試的時候 那些明明會寫的卻錯誤百出 甚至出現跳題漏題漏寫的狀況 到底是為什麼呢 首先爸爸媽媽可以先觀察一下 孩子有沒有以下三點現象 如果以上三點爸爸媽媽的觀察 都覺得是肯定的話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囉 這裡我們指的眼睛問題 不是指視力哦 而是指視知覺能力 視知覺是幫助我們辨認物體的大小 形狀還有順序 以及它在空間中的前後左右關係等等 所以一旦視知覺的能力不夠的話 孩子就會出現平常他的觀念都會 但是遇到考試考題的時候 就會錯誤百出 因為像這種文字或圖像所呈現的考題 是非常需要視知覺能力的 視知覺能力不佳的孩子 常常伴隨會有手眼協調的問題 爸爸媽媽在這邊可以觀察看看 孩子是不是有視而不見的狀況 就是東西明明在旁邊 卻怎麼樣也找不到 或者是球類運動 跳舞等等需要肢體的活動 都會很不協調 如果有的話就表示 孩子可能是視知覺有狀況囉 聽到這裡爸媽可能會覺得很擔心 畢竟眼睛的問題感覺好像很嚴重耶 哎呦沒有那麼嚴重不用太擔心 因為人類的視知覺是可以經過練習而進步的 像是孩子不記得拼字順序時 爸媽別太勉強 可以先從字母少的單字開始練習 嘿 嘿 蘋果 嘿 還有像是筆畫比較多的字呢 可以經過多練習 多接觸 這樣就可以提高孩子的學習意願喔 至於手眼協調的問題 爸爸媽媽可以透過一些眼球動作來做加強 動態方面 像是可以玩簡單的丟接球 忽快忽慢 或是方向隨機的丟 還有鼓勵孩子玩桌球 羽毛球等 比較小而快速的球類 讓他們的眼球可以練習移動和轉動喔 靜態方面的話 則建議孩子平常在抄寫作業的時候 可以使用書架 把書直立在前方 讓他們可以練習眼球從垂直面移動到水平面 另外呢還可以陪孩子玩 連連看 走迷宮 大家來找茶等眼球運動的方法 這樣都可以很好的來訓練我們的眼球喔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果有手眼協調和視知覺狀況的孩子 爸媽一定要多讓他們接觸大自然 走出戶外 因為這樣可以放寬他們的視野 眼球肌肉也會更加靈活 千萬不要因為孩子考試成績不理想 而把他們關在家裡 花大把的時間看書 因為這樣反而會限制他們的眼球動作 不一定對成績有幫助喔 希望以上對爸爸媽媽和小朋友都有幫助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